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8月8日。这是今天第一场读播点评节目,来看看新华社的偷版头条。 今天早上的偷版头条是习近平动员人民群众健身。 刚才又打开新华网的时候更新了,也就是现场直播的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习近平现在无视中国老百姓的疾苦,一个是地震,一个是洪水,尤其是洪水。 洪水已经使罢州、卓州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 尤其是卓州,是无一预警的放水泄洪。 原本是洪水极端天气,加上泄洪,老百姓来不及躲避,也找不到躲避的地方。 官员不负责任,包括政府官员和武警官兵,还有人民解放军也没有什么及时的帮助。 那结果呢,现在习近平反倒啊,他把他心思一个是放在北戴河开会内斗。 另一个就是这个31届世界大运会。 现在正在现场直播大运会的闭幕师。 闭幕师呢,歌舞盛平的啊。 这个歌曲的主题就是什么呢? 这个梦,中国梦。点亮未来的梦。 还在让中国人民做梦。 不过从今天早晨出了这个新闻之外,还看到凤凰王啊。 这是抢先报道的。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才开始正式研究抗洪抢险的事。 你想,现在是对卓州、霸州是在乎重建的。 他不在乎。 这是马后炮啊,现在才开始第一次就是国务院主持这个会议。 刚才我看了一下,只有文字。 视频当中没有图像。 不知什么原因啊,他可能是临时召开的会议吧。 这个也可能过一会儿会有视频录像出来。 到时候看看都是哪些人参加吧。 也就是他为了突出习近平的重要性嘛。 就是先报道这个大学生运动会的直播室。 直播现场。 然后过一会儿可能再报道李强。 其实李强这个工作谈这个防训是最重要的啊。 不知道李强会不会能到现场去。 现在到现场已经晚了啊。 有些地区已经演完了。 尤其是桌桌。 今天早上看了大量的这个网上视频。 主要是大纪元新唐人等海外媒体披露了。 即使是海外媒体披露也是来自于老百姓的手机。 自媒体啊。 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了。 因为中共现在越来越狡猾就有经验了啊。 所以在这个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他不是积极抢救老百姓。 而是什么呢? 而是风筹消息。 尤其是卓州。 你看到最后这个时刻, 他不抢救造成人员死亡特别多。 水落石出。 这个石不是石头了。 尸体出来了。 所以他就派武警人进村了。 武警人全面接管了。 卓州霸州了。 他就怕老百姓报道正式情况。 我估计现场的场面肯定非常惨烈。 死的人非常多啊。 不会是官方虚假报道的数字。 那很少。 我估计恐怕在城前上万。 搞不好都上万。 因为很多车辆你想, 忽然间冲走, 里边怎么可能只坐一个人。 就算坐一个人,那多少辆车。 那百分之百就死在里边。 不可能爬出来。 因为那个水,你想想像那个卓州的水, 那都十几米深啊。 即使会游泳也不行啊。 所以今天新华说的头往头点, 还是在虚假宣传。 刚才讲到第二题也是这样。 他为什么现在讲到, 听习近平的话要健身呢? 这里既有图片,还有文字啊。 搞得挺漂亮的,宣传话。 听总书记的话,一起强身健体。 还有既把学习搞得好, 又把身体练得棒棒。 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知道现在要打仗了。 打仗才知道要有炮灰。 要跑得动啊。 要健身,对吧? 要保护习近平啊。 习近平想象就是中国十四亿人口。 前进去一半也无所谓。 反正说,他一打仗的话也打不到他。 他第一时间肯定最早就要钻进防核打击的。 也就是防御工事理,一定是这样的。 他可能除了参加一些必不可少的活动, 其他事业都是藏起来。 包括他自己的家人, 还有他这些嫡系, 我估计早就有防备测试。 他是很狡猾的。 所以他这次所谓健身, 表面讲是让人女群众健身。 防止什么小眼镜,小胖堆等等。 这都虚假宣传。 实际上他想的就是大战,备战。 的确现在形势极其严峻。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水炮事件, 也就是和菲律宾那个事已经挑起了。 现在这个事件正在进一步的升级。 今天这个疯狂网第一题挑明了。 就人爱交有关问题,国防部回应。 那中共肯定是不可能事远了,对不对? 事人来不及了,丢面子。 习近平也就想挑起一项局部战争。 你看这个疯狂网今天报道。 第二题,在人爱交的菲律宾破船, 到了该脱走的时候。 第三题,中国海警船,海警渔船,巡警船, 水炮驱离菲律宾越境船只, 美国军方隔空下战术。 你看,还有第四题, 美副国务卿就瓦格纳问题警告瓦尔尼军方, 乌克兰记者嘲讽等等等等吧, 这些都在备战。 也是准备要打一张仗啊, 因为通过这个才能做一转移国内矛盾呢, 守着西林百不平。 那么美国之前今天发表文章, 水炮事件后五角大楼表述, 马尼拉并未要求美方增添军事颜值。 看见没有,美国想降温稍微降一降。 我们现在并没有即将显示, 菲律宾要求增加军事设施。 这个仗能不打就不打。 现在可能这个新闻会被习近平继续提起, 解读为美国示转。 现在问题不就来了吗? 这篇文章讲, 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上周六, 阻挠菲律宾在南中国海。 人海交执行估计行动并给予水炮袭击。 事发后呢, 美国国务院第一时间对菲律宾表示支持。 国家大楼则表示, 目前还没有接获任何需要额外援助菲律宾的信息。 这个习近平手下这伙人又一路小跑菜鸟。 报告,澳大好了。 好事来了,怎么好了? 美国害怕了。 你看美国之音报道, 喜别一听怎么样? 他不敢这么动咱们吧? 完全是有可能的。 等一会儿给大家介绍美国之音这篇文章。 今天发广的文章也非常重要, 告诉你准备打仗。 为什么这样? 讲,你看, 澳大利亚政府称。 你现在是发这种消息。 澳大利亚政府发消息了, 称参战决定权归属内阁, 不是议会。 这很有意思啊。 将来参战, 如果要打仗的话, 澳大利亚参不参战争? 这个权力在谁守着, 决策权不在议会啊, 是在什么内阁。 这是今天很大的一个消息啊。 待会儿给大家介绍。 不过这个网上截图给大家看一看, 否则讲很单调。 你看, 现在在研究参战权, 就证明什么呢? 现在世界大战, 就战争就在眼前的, 一出即发。 你再看印度, 今天, 印度今天那个, 发广还有一篇文章, 题目叫印度巨报, 禁止军用无人机, 制造商, 使用中国零部件。 待会儿给大家介绍这些比较好的文章。 我们回到新华社, 现在对新评来讲, 内外交困难, 内部有可能发生动乱。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 今天万维网有一篇文章, 压不住了, 河北丁兴县爆发了警民冲突。 昨天讲到了, 在罢州已经发生了, 因为洪水并不是自然下雨, 对罢州来讲, 当然下雨是一方面, 更重要是泄洪。 但是他报道的时候, 他说不是泄洪, 是你们下雨下的。 你看, 罢州老百姓抗议了, 大家看到场面, 昨天海外媒体的纷纷报道, 不过规模比较小, 很快就这样下去了, 肯定习近平挺得意, 无所谓, 我叫你们闹, 你们死了活该, 闹抓, 抓不姓杀, 他就觉得中国的草民好对付。 现在又开始了, 其他地区也有问题了, 也出现了这种突发世界。 这篇文章讲, 是中央社报道的, 中国, 华北与东北遭遇灾害, 灾情严重, 垂患严重, 京津军记, 也是首都北京, 周造城镇, 天津市区, 河北省更是重灾区, 继河北霸州灾民五号, 聚集霸州政府前抗议爆发警民冲突之后, 同样的场景六号, 在定性戏政府门前也出现了, 这又是一期, 这个可以给大家看, 在网上用截图, 你看, 这就是截图, 这证明什么, 这个事件开始演变成, 另一个地区, 倒不是全国新的, 还没开始, 如果这些受灾的老百姓, 各地都闹起来, 那西平政权基本就拜拜了, 我就跟你讲, 这是很大的事, 所以他现在需要打仗吗? 他需要把矛盾转移出去, 这篇文章讲, 他引述当地的消息, 他说, 虽然北京当局力图维稳删光了, 所以网上定性线政府门前警民冲突的画面, 目前只剩下了定性线县委书记, 都建华向灾民猛开安顿支票的画面, 就这个县委书记害怕了, 马上就答应给他们支票, 给他们钱, 但身穿制服的中国特警压制灾民的影像, 冷在推特上传播了, 那么他说, 我们当场的情况是这样的, 灾民反映, 我们被四个水库同时放水淹没了家园, 这不是天灾, 立保熊安白狗把我们的家乡淹完了, 故意炸开大地把水放进我们村里, 我们只是想要个说法, 定性线政府无力镇压无家可避的难民。 这篇文章说, 熊安新区2017年4月1号设立76年, 他就为了保熊安, 保熊安新区民就要给他妈妈看他的成绩了, 因为昨天曾经讲到了, 现在已经是很多人都讲这个事, 的确是这样, 他就为了他妈高兴搞了熊安新区, 想把江振民的浦洞, 邓小平的深圳比下去, 结果搞了一个烂米工程, 但是他现在怕烂米工程形象受损, 他宁可牺牲旁边的这些上游, 就是这些城镇。 这篇文章讲, 这是北京非首都工能疏捷积送地, 承载地, 也是中共领导人熙明的面子政绩工程。 这回精进济烟大水, 国家房组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 曾经下令, 加固永定河于白沟河左地, 确保熊安新区, 北京大型机场等重点防御对象, 绝对安全, 于是呢, 人为泄洪导致水漫北京郊区, 卓州霸州可以定性线。 那现在看闹起来只有霸州和定性, 而且规模很小, 现在卓州没事, 表面没事, 老百姓肯定很生气啊, 加上官民全面粉饰水灾, 因暴雨所致。 那么绝口不提, 这个泄洪, 保白沟, 保白沟提, 防安, 防提防, 和这个白沟提, 和熊安。 还有官员呢, 辩解, 犀牲河北当护城河, 保守都, 引起民运费的。 怎么发布, 就李老师, 不是李老师这个推特发布的啊, 这场群众小规模的示威抗议这个矛头, 指向了央刺。 他说我们是泄洪, 我们是在泄洪区, 新闻不能, 不能如实行。 给大家看到, 这是这个推特啊, 推特的这个截图, 给大家看到, 不是咱们造谣啊, 这里有, 看见没有? 通过这个你可以看出现在这个, 目前中国的形势。 当然, 我再一次强调, 这是小规模的啊, 因为还不到时候。 因为什么? 因为大家现在在忙于这个, 抢险救灾, 善后, 等到了一定程度。 我相信搞不好, 还是要出事。 不过习近平有他的办法, 那就是转移国内矛盾, 打他一场仗。 好, 等到过一会儿, 给大家介绍, 下一场再详细介绍, 美国自由的发广节目。 我们回到新华社。 新华社到现在位置, 还是什么, 将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人才, 在北戴河开会。 那么, 当然, 与此同时, 有元老们, 新贵们在北戴河议政。 今天, 封号网发了一篇文章, 策记, 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人才, 北戴河休假策记。 竟然发表这么一篇文章。 这也是为了配合宣传, 其中讲到了8月1号到7号, 说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了57例专家来到北戴河休假。 我相信他可能这些专家主要是生产芯片, 也就是前沿阵地的, 科技前沿阵地, 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 空田科技等领域, 关键技术核心公关的人员。 因为他现在虚拟是实用主义者, 一看现在美国封独, 尤其下一步可能发生战争, 到那一天他更需要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了。 所以说他就开始哄这些科学家。 这篇文章讲了, 还用几个钻题, 什么海阔情深, 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些科学家是 关火像大海一样满怀, 深情量然感动。 你看,他也是挑重要的, 也就是说无死老百姓, 你草民死不死他无所谓, 关键都哄住这些专家。 关键是哄住这些老干嘛, 别让他们闹事。 习近平也担心老干嘛, 这些元老的鼓动在发动兵变。 何况习近平本身干了十多年, 的确是发善可撑。 这篇文章是洋洋外延的, 就关于这个侧击, 这很有意思。 现在这个时候, 他正在修正, 其实是遮掩北戴河内斗。 这意思是我们不是内斗, 我们没有内斗, 我们非常团结。 这个党中央国务院, 上下中南海南院普院, 元老新的领导人, 都支持习近平。 只是什么, 我们开会是研究什么, 就科学家怎么样科技创新, 怎么样科技, 这个图克风俗。 你看,他很会宣传。 所以中共现在就是一个最大的, 一个骗子党。 骗子党的特长就是宣传。 所以你看哪个国家有宣传部, 都没有。 人都是什么, 最多有一个公共关系部, 或者传媒的, 负责传媒协调的。 只有中共有宣传部, 宣传部的部门非常多, 他把精力就放在什么, 就放在这个, 如何来欺骗老百姓, 误导老百姓, 让老百姓找不到北。 所以这个, 这次这个, 今天官媒, 新华社人民热, 还有这个凤凰网, 这都是为了宣传的, 搞这些文章。 那么今天, 凤凰网也透露了一个社会新闻, 也是很大的一个新闻, 涉及到民营企业家, 也就是万大企业集团的副手, 就是民企包管, 竟然被抓了, 叫刘云, 刘海归, 刘海归应该是属于万达集团后来加盟的, 也不属于元老, 如果元老的话, 我肯定都是耳熟能详的, 我不是不太清楚, 今天海外媒体在纷纷报道, 也就是说是万达内部的反腐败, 即使是万达内部的反腐败, 也涉及到什么, 也涉及到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 这个情况很自然, 因为王建林这个企业, 自从过起来倒台以后, 已经属于不带劲了, 习近平不可能完全信任他, 再加上习近平本身就不主张, 发展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逐步的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 尤其是中国可能参战, 可能就是挑起战争, 到那一天就没有民营期了, 他一定会把所有民营期全抢光, 先从亿万富豪, 然后千万再百万, 然后所有的私有财产再抢光, 祸光,一定是这样, 所以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这是另一个议题, 等到下一场再说, 那么今天看新华社, 回到新华社, 新华社的下一题是, 金融监管总局, 河北等受灾地区保险, 呃, 佩服问题, 你看他又开始欺骗, 老百姓有灾, 他不救我, 他搞这个民营的, 其实这个, 理赔他也不可能真正给你赔, 何况有些人根本没有参加保险, 今天你看我和新唐人有一个报道, 讲到一个民营企业家, 就损失了一百多万啊, 我现场有画面, 他就讲他没参加这个保险, 他没做这个饲养准备啊, 你想想卓州的小地方, 他怎么可能, 这个水会被以下的, 十多米深的水啊, 对不对, 这完全是, 不是天才是人祸啊, 那么但是他大肆的宣传, 讲呢, 截至8月8号上午, 实施河北的16个受灾地区的保险机会, 收到保险报费, 20.79万件, 估计是71.3亿, 目前赔了6.86万件, 赔了4.32亿, 随之真假, 即使这样是远远不够, 我应该才赔了4.3亿, 人家损失是多, 损失是70多亿, 对不对, 他一定是耍败的, 反正不赔, 他不赔啊, 这就是中共, 已经一贯是这样啊, 而且特别可恶的什么呢, 就是这个, 抗训呢, 防训, 救险, 这个造假的, 已经达到了零武法治的地步了, 我们那时候也有造假啊, 他就叫作秀, 不叫造假, 就是比如说你到黑龙江以后, 到辽宁发展洪水了, 你到第一线上, 你拍那照片, 是解放军你在那抢血, 或者是官员在那做事, 只是你找一个角度, 拍, 对吧, 你不能摆拍, 你一个政治的记者, 最起码是, 比如说你侧拍, 正拍, 你辅拍, 仰拍, 是吧, 你现场稍微做点角度, 你自己变些角度, 这叫作秀, 也叫作秀, 对吧, 你要比如说你这个角度突出市委书记, 那不就是作秀? 市委书记被他在后边, 你跑到中间就给他造, 就照他那个脸, 这本身就作秀了, 但并没有造假, 对吧, 他确实在现场干活, 劳动, 现在是什么, 他在假的, 一看, 你看解放军, 今天早上我看, 解放军抢血那个, 根本他没有红水, 他就为了给那个拍这个录像, 整些沙袋子, 完成那造假呢, 还有这个航空拍的, 底下也没有水, 底下水摘到脚脖子, 然后他找了个升降机, 说还拉个小女孩, 这叫什么, 叫犯罪, 叫造假, 纯粹造假呀, 我一看这个现场, 还有的这个, 生理书记, 约粹叶峰到现场视察, 才是去视察, 老百姓当时就怼他, 说你怎么才来, 我们都掩埋了, 你来干什么, 这都是现场的画面啊, 而且这种录下的这个, 场景是很难得的, 因为他就本身就抓你, 你抓他说你是间谍特务, 他不让你录, 能录下就很少, 可见这种情况, 比比皆是, 这和什么, 胡温那个时代啊, 这个江泽民那时代, 邓小平时代, 完全不讨论, 那时就作秀, 作秀别人啊, 现在是完全的编造谎言和欺骗, 还有这个, 那么多的这个, 红十字会捐的物资啊, 让官员贪, 这个挪用贪战, 就放在库房, 就变成自己财产的, 你看人家, 这个今天报道了, 我看了好多报道, 还有名单报道, 红十字会采购物品的时候, 全倒了一个人手里去, 还有名单, 有这个明细, 明细清单, 那个人姓季啊, 他本身是红十字会, 然后买那些东西, 物价特别高, 价格特别高, 都倒塌了去了, 等等等等, 这说明了, 习近平时代, 这个腐败是最严重的, 巡视妄法是最严重的, 因为什么, 没有人能整得掉他的人啊, 只要他这条线, 做什么都行啊, 一直把中国搞到今天啊, 看来这场战争就好来临了啊, 本人认为, 这个已经在所难免了, 你看后面这几题啊, 这样党都是虚假, 都是虚假宣传, 而且特别可和, 你看这篇文章, 河北行洪河道水域正在永续回落, 你看, 这又开始体现他的伟大了, 英明, 他只会, 叫收放自主, 这条又来了, 连河水落了, 都是永续回落, 我就想象那些死去的人, 那些无价可危的人, 那些一页财产全没有的人, 我看一个小女孩, 花了十八万装修的, 可漂亮了, 有钱没干, 政府就要撤离了, 又马上泄洪了, 你看他哭的, 他可能就攒着在家的人, 他就好干净, 把那些房间做得挺漂亮, 还有三个空调, 你这真是老百姓的这事, 你就怎么生活, 想一想这些啊, 我就想起一个词, 你有条件, 你就赶快认吧, 能跑就跑, 能出来是吧, 能到哪个国家, 都不像中共会这样可恶, 我就跟你讲, 只要共产党存在, 你有希望, 你有啥希望, 你好不用就是, 这个奋斗, 攒点钱, 是吧, 你想过美好的生活, 业界, 你啥也没有了, 你去泰国看一个, 你就跑到泰国去, 不用来美国家的, 就在泰国, 假如能够移民吧, 我看都行, 你看泰国的国家, 也没像中共过这样, 就只有中共过, 我就跟你讲, 共产党领导下的啊, 就是谁有权, 谁行, 只要你有权利, 没有权利就完蛋了, 我们来看看, 下几期都是虚假宣传, 你看基林, 权利恢复正常生产秩序, 你看, 就是骗老百姓, 刚刚是看到树来线, 是吧, 那个, 那个还不错, 那个洛家会, 市委副市长, 还淹水, 那些没淹水了, 是不是啊, 那你想, 这个是我看的, 就树来线, 咱们发自内心讲, 昨天我已经讲到, 那是我看的, 算是, 这个, 这个, 谢洪之前, 还给老百姓组织, 牛马, 羊猪都撤走, 总之还有撤走的场子, 你就看看, 那个卓走, 那就一夜间, 没有任何时间准备, 家园就没有了, 你在后面, 都是虚假, 现在将得主, 得主平原地震, 生活生产秩序, 恢复正常了, 燃气管道, 也都正常了, 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 这都是骗, 还有前几个月, 我国进出口总量, 23.5万亿, 前几个月, 形势大好, 并没有受影响, 进出口就好了, 你相信吗, 现在再让分人撤资, 马上就要打仗, 随时都能打仗, 如果说, 菲律宾那事搞不好, 就打进来了, 怎么可能, 进出口贸易, 它整体平稳, 全是虚假宣传, 就习近平这个时代, 欺骗是最厉害, 因为共产党就要垮台了, 全靠谎言来反噬, 你看后边, 人社部发通知, 部署启动, 青年创业资源对接, 就是根本没有办法, 这个创业, 就根本没有希望, 它就开了大会, 还有, 贵南高铁贵立段开通, 世界自然遗产, 进入了高铁时代, 还在绣高铁, 这是匪夷所思, 你看这图片文字, 因为中国老百姓对战争, 还缺乏思想准备, 你就看这宣传, 就以为还是和平年代, 在西平调的领导下, 一切能变好, 没有门类型, 彻底完蛋了, 还有后边, 你看, 新时代中国调研型, 一颗两星, 两座城市, 这就不去讲的了, 你看, 还有亚运会, 筹办举行举办期间, 禁飞那些, 路人机等等, 就是马上, 中共还要搞很多会议, 大运会完了, 还有亚运会, 杭州市政府发布, 为维护第十九届亚运会, 第四届亚残会, 要召开, 在会议期间, 要进行空域管制了, 决定在这个期间, 对低脉小航空器, 空漂物质, 实行管控, 管控, 怕别人鞋带炸药碰的, 就让社会不稳的, 这药文聚焦, 中国代表团访问即不提, 即不提是中国建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 可以停靠航空母舰, 就要准备和美国正老大了, 你看这一两天, 还有中国俄罗斯, 在这个, 这个, 这个联合训航, 对不对, 在阿拉斯加, 是吧, 你就可以看着准备打仗, 不是开玩笑, 今天是, 你看, 即不提, 这个, 人民联盟的邀请, 中共中央队外联络部, 部长朱磊, 他率领是中共代表团的, 你想, 这个, 抬头够大了, 8月5号到8月8号访问即不提, 向即不提传达, 他挡着20大精神, 你看, 中共在非洲渗透非常厉害, 他就这一个海外局势集成型的, 他在柬埔寨这个, 他是和柬埔寨一起用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到现在还没有, 他争老大, 怎么和美国争老大, 这美国肯定要干他, 美国要不干他以后, 他在发展前, 更麻烦了, 你看后一题, 公安部指导各地公安机关, 全力以赴防循救灾, 这哪是防循救灾, 毁尸灭迹, 抓人, 你比如说桌肘, 肯定这个水落石出, 水一落石体出来, 特别多, 你看今天看到一个视频, 有一个人开车, 还领着家人小孩, 去看现场情况, 打开车窗, 小孩老说, 给车窗关上妈妈, 太臭了, 为什么? 尸体出来, 当然还有动物尸体, 这个大灾之后, 红灾之后, 肯定是瘟疫流行, 疾病流行, 为什么? 这污染环境太厉害了, 对吧? 当官都跑了, 他们只顾他们自己, 你看后边就是洗脑, 五部门制定红色旅游, 助推助魂预入行政计划, 什么叫助魂? 洗脑? 就是骗, 骗老百姓, 包括骗儿童少年, 六部门印发轻能产业标准体系, 建设, 还有湖南早稻收获一线官场, 单产叫少年增长2%, 这都是大气别, 告诉你不要紧张, 粮食有多事, 你看又生产了, 又增产了, 增长2%啊, 准备倒仗, 最新时代军人, 顾爱军, 树立典型了, 开始树立当兵了, 就像打抗美援朝战争, 就寒战的时候, 我爸爸的时候, 就树立谁, 谁是最可爱的人, 对不对? 树立志愿金的典型, 共产党就是这样, 还有这个宗宵, 宗宵鞋提醒未成年人和家长, 谨慎选择医美消费, 这个是做的是对的, 你不能说共产党一讲什么就不好, 你这个有很多人, 女孩为了美, 去美容, 结果把毁容了, 因为你这个美容的公司, 质量不过关, 很多人都被骗了, 那么后背还有, 北京的自来水变量了, 加大了密云水库的需水量, 密云水库啊, 总得提取那个水, 生产那个矿泉水, 就讲这个事儿, 还有这个西部陆海新通道, 加快建设观察, 中国现在物流啊, 你想东南亚产品, 进入中国大洲, 主要是靠什么? 靠这个就是西部, 陆海通道, 火车从重庆, 火车火车进运往中午, 就像泰国那些水果等等, 他只讲这个啊, 经济多么好, 今天在这个, 怎样做好防烙, 红烙, 卫生防疫, 这一条就提醒大家, 就是环境处置和消毒, 但随时给你消毒, 当官都管自己, 给自己家人整好, 七大姑八大一, 三千六五处理好, 老百姓他不管, 只有自救, 你自己想办办啊, 内斗方面, 现在特别激烈, 到这个时候, 肯定内斗要抓人, 抓这个工情团派了, 是吧, 不过今天稍微有点变化, 抓了个海南国土资源厅, 党组, 党组副书记, 厅长陈建春被抓, 这是一条, 但是今天我点开过, 中介维的网站, 冷然抓了几个, 对立派, 包括王金山有个底细, 所以银行系统的啊, 这等下一场, 呃, 再报道啊, 你看还有一题, 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后医疗船, 抵达瓦农阿土, 你看中国的灾区老百姓, 没人救, 海军竟勤得色, 叫和平方舟号医疗船, 一个大船拉着医生啊, 护士, 到哪里去了的, 到了, 这是第三站, 到了瓦农阿土共和国呀, 韦拉港, 进行了为期五天的人道主义医疗服务, 你看那么多的老百姓, 这个有了病, 呃, 没法求, 没办法求医, 或者没钱求医, 没得到及时治疗, 对不对, 你看这个灾区里边, 你死了多少人, 他竟然跑到这个, 啊, 瓦农阿土去啊, 啊, 大户, 这就证明什么, 习近平是准备啊, 统治全世界, 他才能搞出这个名堂啊, 说是, 瓦农阿土在哪里呢, 太平洋西南部啊, 你就想再走多远, 中国对瓦农阿土的医疗赞助, 30年的历史了, 先后派出25批, 225人医护人员到那里工作, 说是2014年8月, 2018年7月, 和平方舟曾经两次, 成功访问该国, 提供人道的援助, 整疗多少人, 一万两千人, 他却不管这个卓州, 不管这个八州, 你看这习近平这个狂猛的野心, 这真是, 十进求远, 赤里八卑, 是不是啊, 让人看得不心痛啊, 等到下一场, 再给大家介绍更多的新闻和评论, 谢谢再见, 谢谢观看,